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中共公安部特勤局長換人 王曉紅被取代 港媒最新 中國金融界重量級人物授查 精彩全部錄 拜登錯把吳總統叫成普京 特魯多回眸嘎笑 聯調局濫權監視傳統天儲教徒 雷局長感到震驚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之機 今天是7月14號 星期五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中共公安部特勤局長換人 王曉紅被取代 近日 中共公安部官網機構設置一欄更新顯示 王志忠現任公安部黨委委員 副部長兼特勤局黨委書記 局長 副總警監警銜 6月26日 王志忠被任命為中共公安部副部長 現年58歲的王志忠曾長期在中共公安部工作 歷任警衛局辦公室主任 警衛局副局長 特勤局副局長等職 2021年任廣東副省長 省公安廳黨委書記 廳長 督察長 政法委第一副書記等職 公開資料顯示 中共公安部特勤局的前身是公安部警衛局 列入武警序列的公安現役部隊 2018年機構改革 公安部警衛局退出現役 轉為警察序列 更名為公安部特勤局 據悉 中共公安部特勤局負責的警衛對象 主要為中共領導人中的四富兩高 以及外國訪華要人 中共公安部特勤局第一任局長是時任公安部副部長的王小洪 2022年6月 王小洪任公安部黨委書記 部長 兼任特勤局黨委書記 局長 今年3月 王小洪被任命為中共國務委員 當時官媒新華社刊發的國務委員簡介顯示 王沒有兼任特勤局黨委書記 局長 王志忠曾在中共公安部警衛局工作長達33年 是公安部部長王小洪的副手 深得王小洪信任 在習近平親信王小洪2021年11月正式掌控中共公安部實權後 中共省級公安廳長大洗牌 陸媒今年6月統計 今年以來 至少有15個省級公安廳一把手調整 7月9日 臺媒上報刊發評論員杜正的署名文章分析 習近平用人有個特點 就是只敢用熟人 王小洪也學會了這個套路 也藉此培植自己的勢力 而靠任人為親 人身依附關係建立的這支隊伍 沒有任何約束 只會助長野心家 雖然王小洪口頭要大家忠於習 但時間長了 身邊肯定有人慫恿他 大家心中就只知有王 不知有習 實際上並非習家軍 而是王家軍 港媒最新報導 中國金融界重量級人物授查 根據《星島日報》今天的報導 在唐雙寧授查前 光大集團前黨委書記兼董事長李小鵬已於4月落馬授查 報導引述媒體消息表示 唐雙寧自12日起失聯 外傳也許是受到中層幹部問題牽連 據報導 光大集團內部12日起就流傳著一位集團前任領導被調查的消息 而此事發生之前兩週 光大銀行一位中層幹部被留置 也許是唐雙寧失聯的導火線之一 據介紹 唐雙寧曾任中國銀行業 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 後來出長光大集團達10年 2017年12月退休 由李小鵬接任 今年4月 李小鵬因為涉嫌違紀違法而接受調查 5月 光大集團董事長王江調任中央金融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後 光大集團掌門人的位置至今尚未補缺 現年68歲的唐雙寧是遼寧人 從事金融40年 過往經常接受傳媒採訪 光大集團由中國財政部和惠晶公司發起設立 已經發展40年 是北京中央級三大金融控股公司之一 在境內外擁有光大銀行 光大證券 光大控股 光大國際 光大永年等 另據網上資料 2013年8月 美國《紐約時報》曾報導 美國政府正在調查投資銀行摩根大通 在僱用中國高官子女上是否涉嫌行賄 當時的報導表示 美國當局的調查對象 包括時任光大集團董事長唐雙寧的兒子唐曉寧 精彩 全都錄!拜登錯把吳總統叫成普京 特魯多回眸嘎笑 綜合外媒報導 高齡80歲的拜登過去就不時有失言風波 像是曾不小心把烏克蘭人說成伊朗人 還稱俄羅斯軍隊再撤出伊拉克 普京在伊拉克戰爭中輸了等 數度混淆烏克蘭與伊拉克 拜登也曾幾度在公共場合跌倒 引發外界對於其健康的擔憂 而拜登團隊為了不讓他說錯話 還會特地替他準備提示小卡 不過 近日拜登出席北約峰會又再度失言 週三 當時拜登與G7各國領袖一同出席新聞記者會 並共同宣布新的基輔安全協議 而澤倫斯基就站在他左側 沒想到致辭時 拜登要稱呼澤倫斯基卻脫口 布拉底米爾和我錯叫成了普京的名字 拜登似乎馬上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 隨即更正稱 我不該叫得這麼親密 並改以姓氏稱呼澤倫斯基 表示澤倫斯基先生和我談到了我們可以提供的保證 當我在烏克蘭還有我們在其他地方的時候 儘管拜登即時改口 但是整段影像已經被媒體錄下 一旁的義大利總理梅洛尼 在拜登口誤的第一時間就有些驚恐地轉過頭 至於加拿大總理特魯多 也回過頭去看向拜登 並露出了有點尷尬 但似乎覺得也無傷大牙地燦笑 事實上 普京的名字 威拉底米爾和澤倫斯基的名字 是同一名稱的不同變體 意思就是世界的統治者或和平統治者 而在烏克蘭 威拉底米爾的形式較常被使用 聯調局濫權監視傳統天主教徒雷局長感到震驚 美國聯調局局長克里斯托夫.雷7月12日向國會作證時表示 當他得知一份內部備忘錄 將天主教團體列為極端分子時 他感到震驚 英文《大紀元》報導 雷後來再次強調 這份文件不是我會為之辯護或開脫的東西 而是我認為令人震驚 並將其刪除的東西 今年2月 聯邦調查局 弗吉尼亞州李士滿辦事處洩漏的一份2023年1月的備忘錄顯示 該機構關注傳統派和拉丁彌薩天主教教區 稱在下一次大選週期到來之前 極端分子可能會對這些教區感興趣 這份由聯調局李士滿辦事處至少5名官員簽署的備忘錄建議 在2024年大選之前 在天主教教區安插秘密線人 該泄露的備忘錄引起了共和黨人和天主教徒的強烈不滿 共和黨人將這一發現描述為聯邦政府被武器化 以打擊保守派的最新禁燃 李士滿教區的巴里克內斯托特主教 稱這份備忘錄是對宗教自由的威脅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戰況不利 俄精銳部隊集體遭俘虜 一小時二十分鐘 烏克蘭加入北約 維吾戰爭結束 已成中共內容農場 罕見警告 美國會報告 科學佳音政治淡化實驗室洩漏論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